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达都出过声明 话上述的指控是完全错误 他们没有在新疆强壁劳动 已经通过独立劳工审计 我们再向日达了解 他们就说没有补充 他们在乌鲁木区那个女子建议里面的时候 他们做了个衣服 有个很大的一个地下通的那个厂子 他们一分线也拿不上 调查的人很多很多 每天来一个 全是假的 他们一来了他们就通知了 把那个 他们有每一个地方有一个监控吧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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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做中逼啊 我们常常都说呢 一件衣服穿上来就会反映到 那个物主的价值观和它的取向 如果你穿了这件衣服 是不是只是想告诉人 你是支持奴隶仔呢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 服持全球有大约20%的棉花是来自中国 而中国有大约85%的棉花 是新疆自治区出产 官方新疆就业白皮书就表明 大力支持房职业 最近两年已经多了35万劳工 还说强迫劳动的指控是颠倒黑白 不过美国9月下令禁止新疆棉入口 进口商要证明产品 不是由强迫劳工生产 给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叫它控管 连那个最上游的棉花的产地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管到那么多事情 而且它也是交给别人去加工 最后挂上他们自己的品牌 美国非牟尼审的公司WRAP 都有跟我们说 在新疆区内的调查过程中 无办法确保审核员的安全和自由 受到保障 是否已经灰到爆呢 杨正言 目前的国很难单靠自己 换出件衣服是否涉及强迫劳动 但随着全球越来越多人关心新疆 多个国际品牌已经表明拒绝新疆棉 全球公民向政府和品牌施压 似乎是更加有用的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